減前的房市交易呢 虽然有些降温 但是台北市的西门町 有栋三楼的透天店面 这一卖呢 就是2.48亿 换算土地呢 每坪单价是超过了1300万 这也创下了 十架登陆以来的最高记录 捷运站 人潮 加上绝佳的地理位置 让西门町核心商圈 这一栋三层楼的透天店面 创下了十架登陆以来的 土地单价新高记录 根据十架登陆 这家店面占地18坪左右 交易总价高达2.48亿元 等于每坪土地单价 高达1344万元 创下新记录 它就是三角窗的一个店面 所以它其实呢 在西门町来说 它的极客效益是非常高的 那同样呢 它是一个透天错的一个概念 所以呢 其实这个屋林 已经超过40年的房子呢 它不管是现在收租 或者是未来 长期看这个都更效益 它的土地持分大 它其实在长远来看呢 它的一个增值空间仍然是有的 房仲业者表示 一楼茶饮店面 加上二三楼法廊的进住 全栋的商用效率和价值相对较高 光是租金年投报率上看2% 业者还进一步指出 台北市这类型的黄金店面 坐落条件是决定价位的关键 绝大部分呢 都是属于在捷运站周边的 这是一个共同点 第一交通方便 第二呢 就是它是属于一个当区的热闹商圈的正中心 还要嘛就是在正街道宽阔的马路上 或者是说 它在这个街弄当中呢 也是属于三角床的 而且是在 我们刚刚讲到商圈的正中央 所以呢 它的人潮啦 就等于前潮 在这样的效应之下呢 未来出租的条件也会比较好 房仲业者分析指出 目前位在台北市的黄金店面 集中在夜市商圈和商办大楼 比较热门的营业内容 以同版价位的饮食小吃 还有服饰经营等项目为主 有点TV讲综于罗一新 台北报道